在上一期节目中 我们为大家演示了如何改善笔记本的散热 不过电脑运行卡慢 可不全是散热的锅 也许是时候升级一波硬件了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 如何升级笔记本的硬件 今天咱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用两类笔记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硬件的升级 首先有请小天哥来讲一讲普通笔记本的升级 首先由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普通笔记本的升级 一般来讲大家的笔记本都是这个情况 打开一部分后盖 就能露出内存、硬盘、无线网卡等部件 方便进行简单的升级 那么我们就从简单的说起 要讲的第一点就是内存 如果你的内存只有4G或者更小 那么已然不能满足现在各种大型软件的需求了 一个稍微大型一点的游戏 就可以让你的内存变得捉襟见肘 所以内存的升级便迫在眉睫 升级到多少G比较合适呢 一般来讲8G日常使用就足够了 如果有更高的要求呢 可以考虑4G加8G或者8G乘以2 不过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升级之前要先确定你的内存种类 一般来讲内存分为DDR2、3L、3、4这几种 用CPUZ就可以方便地查看你的内存种类 调到内存这个选项卡 看到Type就可以确定你的内存种类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DDR3和DDR3L只能通过在SPD选项卡中 最下面的Voltage处确定 如果是1.5V则是DDR3 1.35V则是DDR3L 如果你是老旧的DDR2平台 我们建议你升级到2G乘以2就可以了 因为4G单条的DDR2内存比较少 而且价格也比较高 你的主板呢也不一定能够支持 当然有个特殊的平台是960GL芯片组 Intel官方给出的内存支持最大为1G乘以2 但是实测可以支持1G加2G 不过2G乘以2就不要想了 如果你的平台比较新 可以支持DDR3内存 那么恭喜你 升级的选择就比较多了 不过DDR3平台要注意的地方也有不少 首先就是内存的大小 如果你是第一代Corey-i 以及更早的Corey-2平台呢 我们建议你不要升级单条4G以上的内存 并且如果选用单条4G的话 也要选用像这种双面16颗粒的4G内存 而不要选择这种单面4颗粒或者是双面8颗粒的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芯片组的兼容性 当然2,3,4代的Corey就无所谓了 不过4代Corey平台的笔记本 绝大多数只支持DDR3L的低电压内存 不支持标准电压的DDR3 如果买错 有可能会点不亮 因此购买的时候也要区分清楚再下手 而最新的6代Corey笔记本 有的使用DDR3L 有的使用DDR4 只要检测准确 买相应型号的内存 放心大胆的升级就好了 基础知识补充完了 我们就来实战一下吧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就是内存的位置 大部分笔记本都有两个插槽 也有的只有一个 或者干脆焊在主板上 将这个小卡扣 往两边轻轻一掰 内存就会自动的弹起来了 我们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将新内存 斜向30度 这样插进去 感觉插紧之后呢 向下按 听到 啪哒一声之后 我们的内存替换 就大功告成了 接下来我们讲讲硬盘的问题 如果你的笔记本 还在使用老旧的ID接口的硬盘 那么我们建议 你换一台笔记本比较好 毕竟ID接口的硬盘 已经淡出大众的视线很久了 所以我们更多关注的是 SATA接口的硬盘 大家都知道 固态硬盘 无论在连续传输 响应时间 还是随机存取方面 都相较机械硬盘 快了不止一个数量级 并且硬盘 一般来说 是我们整个系统最慢的部分 属于木桶 效应中的那块短板 因此 更换固态硬盘 对于你的笔记本 使用体验来说 将是一个质的飞跃 硬盘的更换比较简单 这里就是硬盘的位置了 只要将螺丝卸下后 也有的笔记本没有 轻轻一拉 硬盘就被拆了下来 不顾不同笔记本的硬盘 固定方式不一样 有的横插 有的竖插 也有的用排线 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 拆之前 还是要先上网搜索一下的哦 将老的机械硬盘拆下后 换上固态硬盘 原样装回 开机之后再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我们就可以体验固态硬盘 非一般的感觉了 不过有一些笔记本 它给你预留了M-SATA 或者是M2的插槽 用于安装固态硬盘 这时我们就不用拆掉主硬盘 直接买相应型号的硬盘插入就好了 方法跟插内存一样 斜向30度到底 之后下压 安装螺丝即可 不过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 M-SATA接口还有一个同门师兄弟 它叫MPCIE 这两个接口 长得可以说是完全一样 但是它俩的接口定义 却可以说是相当的不一样 一个用于接无线网卡 而另一个用于接固态硬盘 因此这两者是无法通用的 不过 有些台式机的主板 通过对特殊针角的检测 实现了一个接口 同时支持M-SATA与MPCIE 但这个不在我们笔记本的讨论范围之内 一般来讲 仅仅是一般来讲 像这种短的接口 半高的 一般是用于无线网卡的MPCIE 而这种长的接口全高的 一般是用于固态硬盘的M-SATA 当然也有例外 像华硕的某些笔记本 用的就是半高的M-SATA固态硬盘 长得就很像小小的无线网卡 而像我这台老MSI 就是用的全高MPCIE接口来接拨无线网卡 因此旁边这个位置虽然是空出来了 也没法接拨M-SATA固态硬盘的哦 因此在确认接口定义的时候 最好也先上网搜索一下你的笔记本型号 看看是否能支持M-SATA固态硬盘的安装 同样的 M2接口也有SATA定义和PCIE定义之分 这个在之后会由云飞来给大家详细解释的 M.2是目前比较热门的一种固态硬盘接口 不过啊 目前详细的M.2辨别教程很少 而且这个接口又不简单 所以特此来跟大家讲一讲 如图所知 M.2这个接口的插槽 一共分为两种设计 一种是支持B.Key的插槽 短的一端在左边采用了6PIN设计 另一种是支持M.Key的插槽 短的一端在右边采用了5PIN设计 采用B.Key的M.2比较低端 只能走SATA或者PCIE乘以2通道 而采用了M.Key的插槽就要高端一些了 走的是PCIE4倍的通道 M.Key的插槽有两种 但M.Key的接口有三种设计 第一种是与B.Key插槽 对应的B.Key接口 它只能插B.Key插槽 采用这种接口设备比较少见 我们先忽略不计 第二种是与M.Key插槽 对应的M.Key接口 同样的它只能插M.Key插槽 这种M.Key接口的设计 通常会用在高端的M.2固态硬盘上 比如说三星的SM951 PM951 950 Pro等 这些高端的固态硬盘 可以通过M.Key接口 获得PCIe乘以4倍的带宽 比起Theta通道所能提供的6Gbps要高得多了 所以这些固态硬盘 就能获得动辄2000MB每秒的惊人读写速度 第三种就是最常见的B.N.M.T了 这种接口的设计是三段式的 既可以插BT的插槽 也可以插M.Key的插槽 但是这种接口所采用的通道 只能是Theta或者PCIe乘以2倍的带宽 所以B.N.M.Key的固态 读写速度相比M.Key的固态 要慢上不少了 但是问题来了 即便是B.N.M.Key的固态硬盘 依然有走Theta通道和PCIe通道之分 比如这个美光的MX200 用的是M.U的B.N.M.Key 走的是Theta通道 所以尽管这个盘在Theta固态里都算高端的了 但是读写速度依然只有500多MB每秒 突破不了限制 再比如普克特的M6E 同样是采用的M.U的B.N.M.Key 但是走的是PCIe乘以2倍带宽的通道 所以读写速度依然可以达到700多MB每秒 虽然和M.Key的固态不能比 但是依然比走Theta通道的固态要快一些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 市面上有三种M.U的固态硬盘 第一种是M.Key接口的高端固态 走的是PCIe乘以4的通道 第二种是B.N.M.Key接口的固态 走的是PCIe乘以2倍通道 第三种也是B.N.M.Key接口的固态 走的是Theta通道 当然啦 因为它们的4K随机读写性能差不多 所以这三款固态硬盘 在实际使用中 差距并不会有它们顺序读写速度的差距 体现得这么大 科普完了M.2的相关知识 就来谈一谈如何升级吧 这要结合你的插槽和PCIe的版本来综合分析 如果你的笔记本带有MP的M.2插槽 比如我的HPO呢 那我强烈推荐你使用MP接口的高端M.2固态 像SM951 950 Pro这些 都能充分的发挥M.2接口的巨大潜力 但是呢 如果你的预算实在有限 或者你的PCIe版本是2.0 无法完全的发挥三星950 Pro这种性能 那么你可以购买PCIe接口的BNMP的固态硬 比如普克特的M.6e 还有剑星的CXE都不错 其实我觉得三星那个盘并没有贵多少 我们加钱的话尽量加钱吧 那如果你是打算买ZETA通道的M.2硬盘 那我建议你最好选择一家允许退货的店购买 因为有一些MT的插槽 它并不能支持ZETA通道的固态 到时候我买回来点个亮 那不就很尴尬了吗 那如果你的M.2接口是BT的 比如这个债版 那么很抱歉啦 高端的M.2固态就和你无缘了 你可以选购走ZETA通道的中低端产品 只要是采用BNMP接口的产品 通常都是可以使用的 如果你没有M.3或者M.2接口 直接将主硬盘位 替换为了固态硬盘的话 可能你就会有这样的疑问 我替换下来的硬盘也想用起来 难道只能加个硬盘盒 当作移动硬盘使用了吗 当然这是一种解决的办法 不过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 那就是光驱位硬盘托架 对于这种方式呢 需要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确定你光驱的厚度 一般来讲光驱的厚度有两种 12.7毫米和9.5毫米 确定方法非常简单 把光驱拆下来 一般来讲都是由一个螺丝固定的 拿尺子一量这个厚度就有数了 第二点呢就是确定你光驱的接口 虽然现在IDE硬盘已经很久远了 但是有些Core 2 甚至一代Core i的笔记本 还是用的IDE接口的光驱 那么SATA光驱呢就是这样子的接口 而IDE光驱呢就是像这样子的接口 确定了接口与厚度呢 我们就可以着手购买相对应的光驱位硬盘托架了 等托架到了 把光驱的前面摆拆下 装到托架的上面 同时将光驱后面固定用的铁片也拆下 用螺丝固定在托架的相应位置 然后将你换下的硬盘插入托架 再做好防震措施 最后将托架推入笔记本内 就大功告成了 不过要注意的是 这样做过之后可能需要更改BIOS中的设备启动顺序 来确认是从固态硬盘启动系统 才算是圆满完成了 到这里呢 笔记本的基础升级就讲解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要进入最核心也是最麻烦的部分了 升级CPU 首先我们先明确几个概念 处理器分为正式版 QS版和ES版 后两者都属于工程样品 也可以理解为测试版的CPU 其中 QS正显相比于ES不显来说更加接近于正式版 既然是测试用的东西 那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问题 我们推荐大家最好是购买正式版CPU 实在不计 买正显的QS也可以接受 而不显的ES就不要考虑了 关于ESQS正式版的具体解释 以及更深奥的布进 飘哥专门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刊登了一篇科普文章 大家可以一步看看 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就简单给大家看几个实例 大家先看一下这块CPU 这是一块Corey3代的CPU 它的CPU-Z中规格一览 显示的不是我们正常可以看到的型号 而是一串通用字串 后面还标有ES的字样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ES布显处理器 所谓布显就是无法显示出准确型号 而这一块CPU是一块Corey4代的CPU 它的CPU-Z中规格明确写出了 这是一块i7-4810MQ处理器 但是后面也带上了ES的字样 这就表明它是一块QS正显处理器 正显也就是可以显示出准确的型号 而在我老MSI中的这块T7500 大家可以看到在规格一览中写有它的准确型号 并且后面没有ES的字样 就意味着它是一颗正式版的处理器 了解了这些之后呢 还有两个需要注意的东西 那就是PGA封装与BGA封装 Intel在发布一款移动端CPU时 经常会给出两种封装 一种是PGA针脚式封装 这种封装形式的CPU用于带插槽的主板 方便于拆下更换 而另一种呢就是BGA触点式封装 这种封装形式用于不带插槽的主板 直接焊在上面 因此拆下更换可以基本说是不可能 那如何判断我们的笔记本是否可以更换CPU呢 我们打开CPU-Z 先看我们处理器的型号 如果后缀是H或者是U的话呢 别想啦 这些后缀的CPU只有BGA封装 也就是全是焊在主板上的 但是如果看到后缀是M的话呢 我们就成功了一半 接着再看到封装一栏中 如果后缀是RPGA的话呢 恭喜你 是PGA针脚式封装可以更换 而如果后缀是BGA的话呢 那么很不幸你的CPU是没法升级咯 OK 现在我们确定了可以升级 而为了稳定性呢 我们不想买ESQS 只想买正式版 可是正式版好贵啊 怎么办呢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选择这种BGA转帧的CPU 这种CPU呢 是将BGA封装的CPU加上一个帧座 让它变为PGA的CPU 可以用于更换 然而这个加针的工艺呢 一般都是各大山寨小厂制作 可以看到 在金属色度 整齐度 以及光滑度上 和Intel原厂工艺相比 就不知道低到哪里去咯 但是它胜在价格便宜 甚至有些BGA转帧的正式版 比PGA圆帧的QS版还要便宜 那么这里大家可能就要问了 有免费的午餐 为什么不吃呢 有这么便宜的正式版 为什么还要买更贵的QS版呢 因为有句老话说的好 一分价钱一分货 虽然相比CRE2时代来说 现在的BGA转帧工艺已经日趋成熟 转帧版的稳定性也相较之前提高了很多 但是它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第一呢就是BGA的功能性问题 这里举一个例子 就是i73820QM这款处理器 它经常被用于高端的游戏本 与之搭配的也经常是4条8G组成的32G双通脑内存 没错 这个CPU也有BGA转帧的正式版 但是却只能支持两条内存 有些游戏本空有4条内存插槽 却用不上 这就是BGA转帧的功能性缺陷 第二点呢就是高度 大家可以看到 BGA转帧的CPU相比BGA原帧的CPU 所以BGA转帧的CPU 由于工艺和高度以及功能上的问题 也并不十分推荐大家购买 这里我们给大家的购买建议是 首先就是正式版的原帧PGA 其次则是QS版的原帧PGA 再次是正式版的BGA加帧 再次是QS版的BGA加帧 最后是ES版的PGA原帧 至于ES版的BGA加帧嘛 别闹了 负责证什么的 你们信吗 反正我是不信的 而至于具体的型号 以及我能换什么CPU 该换什么CPU 云飞会在之后的视频中 给大家讲清楚的 讲了这么多 我们继续来实战 上期的笔记本拆解清晖教程 已经详细说过了CPU的清理办法 我们就像上次一样拆机 顺便清理一下笔记本内部 如何拆掉CPU呢 大家看这里有个小螺丝 四代笔记本一般是六角螺丝 而一二三代的一般是平口螺丝 将螺丝逆时针转动180度 之后就可以把CPU取下来了 只不过一定要轻手轻脚 弄坏了螺丝或者是CPU可就不好了呢 然后我们更换好新的CPU CPU上有小三角对齐插座上的小三角 放进去后用手确认一下完全平整 再顺时针180度旋径螺丝 最后重新涂抹硅脂 并将机器原样装回 就大功告成了 对于大多数的笔记本来说 显卡都是BGA封装焊在主板上的 因此没有办法更换 而CPU由于供电像术问题 也最多支持到45W 47W的QM系列 更高端的55W 57W的XM系列都是不支持的 然而高端的游戏本和工作站 就不是这样子了 接下来交给云飞 让他给大家演示一下 游戏本工作站是如何升级的吧 刚刚小天哥给大家演示了普通笔记本的升级 那我今天就来讲一讲游戏本的升级 我这一次从网上花2500元 逃来了一台Alienware的ML5X 这是一台6年前的古董机了 它的硬件现在来看已经全面的落伍了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把它暴改一番 使它拥有打败当代游戏本的实力 先说这个外观 我这台机器的电池已经报废了 大家可以看到电池这里是空的 所以我们首先就得弄一个电池 然后呢 A壳这边有一些磨损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清 D壳这呢 其实也有一些磨损 特别是在边缘这边会磨损的比较厉害 都可以考虑换一个新的 这些外壳在淘宝上都有备件出售 应该不难搞到 这个B面 还有这个键盘面都保护的比较好 你看原主人还在键盘上贴了一层膜 应该说是不太需要更换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硬件部分该怎么升级吧 可以看到 这台机器呢 现在用的是i7-740QM 这颗处理器虽然是i7 但是它的主频只有1.7GHz 性能在现在来看已经非常弱了 肯定是需要更换的 这里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更换什么样的处理器比较合适吧 首先你要弄清楚处理器名字中那些字母的含义 对于英特尔的处理器来说 H表示的是焊接的CPU U表示低电压 Y表示超低电压 还有这些字母的CPU 小天哥已经说过了 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CPU 这些CPU当然是不可以更换的 我们也就不多说了 常见的可更换的CPU 有M、QM、XM等等 其中Q字母的意思代表的是4核 而XM则是顶级至尊处理器的意思 然后我们对号入座 说一说你应该升级哪一类处理器吧 第一种笔记本 只有一个风扇 一根热管 还是CPU和显卡共用那种 这一类笔记本的散热很尴尬 所以我只推荐使用以M结尾的双核i5和i7 当然了 为了能用上更好的4核处理器 你也可以自己动手加热管或者改造水冷 我是很鼓励这种钻研的行为的 第二类笔记本呢 双热管、双风扇 散热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你看它的CPU供电是两项供电 这可能是一些中端板子常用的设计 这一类笔记本我比较推荐升级MQ结尾的 45W的四核i7处理器 那么第三类笔记本呢 它拥有三根以上的热管 然后重点来了 它的CPU供电有三项甚至更多 这些高端的游戏本或工作站 比如我们这一台M15X 就可以妥妥的升级XM结尾 55W的至尊i7处理器了 这些XM的至尊处理器 相比QM的普通四核i7 不仅性能普遍更强 而且它不锁背屏 只要你的供电和散热条件允许 就可以用BIOS或超频软件轻松的超频 说完升级哪一类CPU 我们再来说一说哪一款吧 每一代的笔记本芯片组 通常都只能兼容同一代的处理器 所以认准和你同一代的CPU升级 总不会错的 比如说你本来的CPU是i5-2410M 那么你的芯片组肯定支持第二代处理器 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升级成i7的2XXXQM了 又比如说你本来用的是i5-4210M 说明你这个芯片组支持的是四代处理器 你就可以升级成i7的4XXXQM了 二代升二代 四代升四代 不能弄混了 那后面这个XXX又该怎么选呢 其实这个倒是次要的 因为同一类的CPU性能通常都比较近似 对于新丑来说 挑一个比较划算的正式版就可以了 当然了 进阶一点的司机 可以买第二位数字为7或者8的CPU 这样你可以通过XTU 获得2-4倍频的福利还是不错的哦 对于更老的库瑞2架构来说 在换CPU的时候需要注意一点 原来如果你用的是65nm制程的CPU 那么你现在升级也得换65nm的 原来用的如果是45nm的CPU 那么你现在也要换45nm的 制程这个东西呢 在CPU-ZB可以查询得到 不过原则上说我已经不建议库瑞2的用户继续升级了 就算是像X9100这种顶级的CPU 性能也就是现在一个奔腾的水平 还是换一个新本子更加直接也 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AMD的用户 但你要实在不想换新的话 同代的低端APU升级到A10 也可以带来一定的性能提升 CPU因为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罗里巴索的说了一大堆 但是都是非常关键的内容 希望你们不要忽略掉 那么对于我们这台ML5X来说 本来使用的是i7-740QM的CPU 这是一颗一代的酷瑞处理器 你可以看作1740QM 那么我们要升级的处理器 就肯定也是一代的啦 然后由于这个本子的供电和散热都不错 属于比较高端的游戏本 所以我们可以升级成一代酷瑞的至尊处理器 也就是i7-920XM 接着往下看别的硬件 我们的内存已经有8G了 暂时就不用升级了 但是硬盘只有一个机械硬盘 那么我想换一个固态硬盘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各种硬盘的接口 像我们这台ML5X用的就是最传统的θ接口 硬盘位也是常规的2.5英寸 那就买最常规的2.5英寸θ固态就是了 至于θ的固态硬盘买哪一个比较好 这个选购上倒是有一点讲究的 我们这里打算使用的是渐兴的T9 但是像美光的MX200 还有普科特的M6s 还有比较贵的英特尔730 也都是比较优秀的θ固态硬盘 接着就是非常关键的显卡了 有一些游戏本和工作站 之所以能够受到玩家们的青睐 就是因为显卡是可以更换的 可更换显卡的笔记本 采用的通常都是MXM接口 你看这个ML5X就是可以更换的 不过笔记本更换显卡的限制 真是非常之多 首先可更换显卡这个命题本身 就刷掉了一大批板载显卡的游戏本 包括现在的多数游戏本 显卡都是汉代主板上的 无法更换 那么你的笔记本 知不支持换显卡 拆开来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然后即便是可更换显卡的笔记本 依据品牌和型号的不同 能够更换的显卡也会有所不同 首先理论上讲 如果你想要更换9系N卡的话 你的BIOS必须支持UEFI Sany Bridge之后的笔记本 通常都是支持UEFI的 不过有一些奇葩的老本子 同样可以用上9系卡 就比如我们这个ML5X 这些特例我们后面会讲到 然后我们来说一说 各个品牌的具体情况 首先 华硕的所有笔记本 都可以洗洗睡了 我从来没见过 华硕哪个高端粉 用过公版的MXM方案 华硕的MXM显卡 都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还有这个样子的 反正肯定是和升级二字无缘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华硕的工程师如此执着于非公方案 难道显得自己比较的高贵吗 再来说一说Anywhere吧 Anywhere对于显卡的兼容度还是很高达 ML5X R2这个奇葩 可以用上970M ML7X R2可以顺利的升级 例如680M或7970M 更老的一代ML5X和ML7X 可以通过更换二代主板的方式 来支持这些显卡 ML7X R3 ML8X R1 可以顺利的支持780M等7CM卡 以及7970M 以上数几种更新的可更换显卡的 Alienware 就可以顺利的使用9CM卡 对于新版Alienware的用户来说 虽然不能更换显卡 但是你可以通过外接显卡的方式 来提升性能 接着来说一说微星系列 从早期的16F1到16F2 再到微星自己的GT系列 微星系的本子 只要是采用了MXM3.0接口 几乎都能顺利的用上9CM卡 只不过比较老的本子 像16F1 需要更新BIOS和EC才能支持 不过微星的本子 最好你能买到微星的显卡 如果你只能买到蓝天的显卡 就需要刷微星的VBIOS 或者修改硬件ID 最后再来讲一讲蓝片系的本子吧 比较老的W860CU 880CU 还有X7200 X8100 这些 可以升级到7970M D900F 以及新一点的P150HM P170HM P180HM 比较适合升级680M 更新的P150EM P170EM P170EM P370EM 以及之后的蓝天机器 都可以顺利的支持9CM卡 顶多你需要修改一下NF 当然 每一台本子的升级过程中 都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建议你还是先搜索一下 这一台本子的 换显卡的一些帖子 看一看网友们的人生经验 说了这么多 对于这一台M15X来说 显卡就是升级970M了 在升级了显卡和CPU之后 电源可能就不漏大了 我们还得更换一个更大的电源适配器 毕竟像i7-920XM和970M这种 都是属于比较高端的货色 原先这个130W的电源显然是带不动的 何况我还打算超频的嘛 干脆咱们就换一个240W电源吧 不过咱们这个机器有功耗限制 所以就算更换180W电源 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吧 还有什么可以升级的东西呢 其实屏幕也是可以升级的 屏幕的升级稍微有点繁琐 不仅尺寸五画八门 使用的接口也有LVDS和EDP之分 接口的帧角数量也有30帧啊 40帧啊各不相同 我建议你在换屏之前 最好先去你这个笔记本的论坛里 查一查网友们的前车之鉴 或者去屏库里找一下你屏幕的相关信息 找到尺寸和接口都对应的屏幕 确定能换了之后再下手 至于什么样的屏幕比较好呢 这么说吧 我觉得面板能用IPS你就尽量用IPS 色域能用上高色域的屏幕 就尽量用高色域了 至于分辨率和响应时间等参数 还是按个人需求来选择吧 比如说你想要玩电竞 你想要玩网游 你想要玩一些这种打比赛的游戏啊 那你肯定需要一个延迟比较低的 响应时间比较短的屏幕 那么分辨率如果你想看得清晰一点的话 那分辨率就要高一点了 对吧 像我们这台ML5X呢 由于它采用的是比较老的LVDS接口 没用的屏幕呢 我都看不上眼了 所以干脆咱们这个机器就不坏了吧 行了 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就去找一下硬件吧 在选购硬件的同时呢 我也是忍不住给这台老机器跑了一下分 结果这个Fire Strike的成绩非常残 CPU也出现了过热 肯定是这个前主人五年都没换过硅脂了 拆开来一看果然是这样 硅脂都已经干得一塌糊涂了 那我们重新涂抹一下 看一看这台机器的正常水平是怎么样呢 换完硅脂 虽然温度正常啊 但是Fire Strike的跑分并不高 现在Bench R15的跑分 也和现在的低电压CPU差不多 这大概就是最垃圾的四核来系列吧 除了720QM 热大师的跑分更加搞笑 没记错的话 百元神机也是这个分数吧 说多的都是累啊 等升级完硬件 我们再来看一看吧 好了 我们升级用的硬件都已经到货了 首先呢 这个是ML5X的A壳 我在淘宝上跑到的 这个是D壳 我特意都选择了银色的版本 因为我觉得银色的版本比黑色更好看一点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想呢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淘宝的电池 85瓦尺 容量还算不错 不过游戏本嘛 这个电池什么的 其实就无所谓了 大家好像都是插电玩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淘宝的i7 920XM的CPU 刚刚说过了 XM结尾的CPU是不锁备屏的 至尊版的CPU 可以随意的超频 我们待会也会演示一下它的超频过程 另外这个CPU的核心面积 可以看到是比较大的 那因为它是45纳米的比较老的制程了 所以说核心面积的控制可能没有现在的i7那么好 这是一张GTX970M的显卡 它是蓝天的一张卡 可以看到还是带背板的 那么这个背板在我们这一台ML5X上面是用不了的 我们待会要把它卸掉 其实显卡的话在游戏本上面因为非常的杂 所以说有一些游戏本它是对于支架还有背板这些有特殊的要求的 那么我们应该要注意这些问题 而且散热的组件有时候也需要购买全新的组件 因为有的时候A卡和N卡是不同用的 这一点我们在更新显卡的时候都应该要注意一下 我待会也会把这个背板和支架换掉 那么因为这个是蓝天的卡 在这个Alienware上面好像就不是很好用了 这是我们买到的 健兴T9的256G的固态 这张盘我还是非常喜欢的一张盘 但是怎么说呢 它这个价格因为比较便宜 而且性能也没有什么缩水 EMLC的颗粒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是马牌的主控 挺放心的 那么这些东西都已经到了之后 我们现在就把它装起来吧 其实如果只是更换CPU和显卡的话 并不需要把整台机器大卸8块的 但是我们需要更换外壳 所以这个过程就非常麻烦了 最让人崩溃的是 当我们拆光了所有部件 准备移植到新的地壳上时 我去这个地壳的口子没开好吧 eSATA的大小的和原装的不一样 这下麻烦大了 连PCB都装不进去了 不过这难不倒我 经过一番折腾之后 咱们成功的把PCB装上了地壳 评显部分呢 同样的 我们小心的拆下来 然后换上新的A壳 注意排线要理顺了 不能压坏了 搞定这些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装上核心硬件了 为了方便演示 我这里把旧硬件又给装了回去 卸下螺丝后 我们拆下散热器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CPU和显卡了 将显卡上的固定螺丝拧下后 轻轻斜向上一拨 就可以卸下显卡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要换上去的GTX970M 这张蓝天的显卡带有一块背板 但是你看它是装不上去的 我们先要把这个背板卸下来 这还没完 你看我们直接装上散热器 螺丝的口径是对不上的 因为显卡支架并不通用 我们需要先把原来那张显卡支架卸下来 再把这张970M的支架卸下来 然后把原来的支架换上970M 这样以后就OK了 可以看到负责的背板上 还留有一些散热电 那我们不要浪费了 把它贴在供电模块上 相信对于超频也是有一点帮助的 贴完了显存散热电 把硅脂清洁干净之后 然后重新涂好新的硅脂 就可以装起来了 和小天哥之前的介绍有些不同的是 我们这一台本子在散热模块上 用数字标明了螺丝的安装和拆卸顺序 我们按照数字顺序来安装螺丝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来换CPU 刚刚小天哥也说了 CPU的更换还是很简单 使用一字螺丝拧开插槽 就可以取下CPU了 换上新的CPU 注意小箭头对应上 然后把插槽拧回去 和之前一样 图好硅脂 然后按顺序拧上螺丝 固定好散热器 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把硬盘换上 螺丝拧上 就升级完毕了 不过 开机键的排线段 哎呀妈呀 阴沟里翻船 这就很尴尬了 我只能试试短接排线开机 不过这个排线有16pin 也不能乱接 于是我找来了一个万用表 来测键组 看一看哪两个针角是用来开机的 不过 呃 没事没事 把线头弄出来不就行了吗 呃 呃 呃 往好的方便想 至少这个新的外壳 还是挺酷炫的嘛 Fuck you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偏偏在8月17日的夜晚 这台笔记本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 难道有什么神秘的力量 夺走了他的灵魂 仔细一想 我恍然大悟 我果然还是true young 赶紧念两句诗来 避一避邪吧 Go 刀骨我切画面 那么非常可惜 我没办法看到这台机器升级之后的巨大提升啊 不过我会想办法把这一台AlienWare给修好的 毕竟就是一个排线的问题嘛 维修起来并不是很困难 无论如何呢 希望你从这一期节目中真正的学到点什么 至少我明白了 永远不要轻视任何一根排线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啊 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投币打扫评论转发还有收藏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最后祝你升级愉快 好 好 好 一整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